那目前呢 山陀儿虽然他的威力已经减弱为中台 但是宜兰呢 在入夜之后开始下起暴雨了 而在罗东夜市呢 因为停满停客的缘故 今天是没有营业 不过还是有零星的店家 仍然是有开店的情况 现场最先我们连线给记者秉红 社主播持续来带您关注山陀儿的最新动态 宜兰呢 从入夜之后呢 就开始下起了大雨 而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罗东夜市这里 虽然说罗东夜市今天呢 并没有营业 不过可以看到了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店家呢 仍然有失营业的 因为在今天的中午跟下午的时候 在宜兰这边其实呢 并没有下雨了 只有刮着大风而已 不过一入夜之后呢 是刮大风又下大雨 而目前山陀儿 它的速度呢 是十分的缓慢 到目前为止呢 虽然它已经减弱为中台了 不过呢 还没有接近台湾 现在中央气象所为预估会在明天的凌晨 最快是明天凌晨 或者是要到明天的清晨 才会登陆 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也因此呢 现在在东北部这边呢 还要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呢 现在雨势呢 是开始越来越大了 而山陀儿呢 也有可能登陆台湾之后呢 就再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又或者呢 是直接沿着西南部 来直接往上走 因为它的路线呢 是比较不固定一点的 也因此呢 会对于北部带来比较不稳定的 天气的状况 而现在 在宜兰这边呢 则是从下午的6点开始 直到现在 都一直不断的下着大雨 那也提醒民众呢 要做好防台 以及淹水等等的准备 那么以上西场的最近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给房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